人来人往的板桥闹区 突然出现一副大型看板 仔细一看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开心的笑脸 高挂在大楼墙面上 右手边朱氏大吉四个大字 巧妙结合朱立伦姓氏 向来往民众祝贺 中间的领航台湾 则是直接表达对于朱立伦 角逐总统大选的支持 原来这面看板是出自同党议员蔡淑军 号称朱立伦第一号铁粉的她 抢先为2020的总统大选吹响号角 因为在12月5号 听到朱立伦朱市长正式宣布之后 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可以为她做些什么 身为铁粉的她 就赶快再找当时在帮侯友宜 侯市长所设的招牌的 我看板的位置 也就是在板桥的捡运站旁 那就立下第一块喜目的看板 希望就有这样子 然后让朱市长知道 我们都是非常关心跟支持她的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虽然在2016总统大选中杀鱼而归 但相较于当时临危寿命的情况 四年过后 借满两任新北市长的她 不仅顺利交棒给侯友宜 延续政策方向 更要带着八年来 新北市丰硕的政绩 卷土重来直指总统大位 带领全台湾继续向前走 真的非常谢谢所有新北市民 给我八年的时间 我非常的感谢伟大的市民 让我们一同打造新北市 当然2020是很多民众都期待的 我的目标也很清楚 就是2020为台湾打拼 虽然离总统大选还有两年时间 各党派势力的竞争人选 仍然扑朔迷离 但已有同党战友等不及 率先举起战旗 为2020的总统大选 敲下第一身战鼓 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道